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把他收好了 等找到亲爹再说 要小心把他收着 不会丢我的娘 天底下没有比亲骨肉更亲的了 记住了 对这个妹妹 要比亲骨肉还亲 听见呗 听见了 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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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忙去吧 你尝尝新疆的西瓜 比咱老家的甜多了 熟了 熟了 那是随便说着玩的吗 你是不是怕我变卦呀 你放心 我不是那种人 我刘月杰这辈子 也不会在跪下里求你什么了 结婚的时候 我跟你下跪 那全是为了你爹 我总不能让你爹给我下跪吧 以后不会了 啥时候办离婚手续 时间拟定 我真的很对不起你 不说这些了 这瓜 咱俩也吃不了 你找个家的事 我想给孩子们带回去 小姐 走 找个筐 这挑上几个瓜 给刘月杰送去 是 给孩子们带回去 就想给孩子他们 对不起 别的 对不起 如此 别乱 给孩子们 都不可 我 不可 这鸡肉真甜 你慢点 你看你把胃皮吸的 别抓紧 不过是娘再给你们开一个 你看那么多呢 就是 娘 你刚才开一个吧 从老家来这一路 真把我渴坏了 娘 这么多西瓜都是你买的 买这么多干吗呀 娘可买不了那么多西瓜 这都是你爹让小晴 给你们送来的 我爹 这在哪儿去 我哪儿也不去 你不吃了 我不渴 我也不渴 你把西瓜皮疼得太狠了啊 外表军马 他上来喂马去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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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说 能不能跟孩子们一起吃顿饭 上次拿西瓜给他们吃的时候说是你给的 孩子们都不信 我们娘咱们来这么长时间了 你还没跟孩子们一起吃顿饭呢 夫妻理就理了 你就不算是夫妻了 可 孩子 你就是不认他们也是你孩子 能答应吗 你说得对 你比我想得周到 我这个人 当丈夫不像个丈夫 当爹不像个爹 优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问吧 问吧 你在师父是不是有相好了 听谁说的 听谁说的 没听谁说的 有没有啊 咱俩这是办了手续了 咱俩这是办了手续了 要不然这种事我再想知道 也不会问一个字的 有是有 但不是咱们老家说那种相好的 那也太难听了 我们俩就是感情不错 但是绝没有那个 我知道你不是那种人 你看中的是俩人的感情 啥时候结婚啊 不知道 但我也不想瞒你 我们总有一天会结婚的 感谢就结婚 也别老拖着吧 她叫啥你啊 孟伟廷 啥廷 孟伟廷 世纪官 世纪官的秘书 她多大呢 再过几个月就满二十五了 长得好看吧 是个大学生 是个大学生 这回也顺心了 刘岳姐 晚上叫到孩子们一块儿 咱们到县城找个饭馆 吃个饭吧 是 娘怎么还不回来呀 哥 我饿了 娘回来了 娘 等着急了吧 嗯 谁的信 给你看 快来都过来 都换上干净衣服 今天晚上你爹有空 要跟你们一起吃饭 真的 她太好了 娘 这为啥不让我们跟她住在一起啊 是啊娘 为啥呀 不是跟你们说过了吗 你爹他忙 住在一起允养的工作 这么多不动 来 装怀你的 娘 坐坐坐坐 哥刚才偷偷 他偷偷师傅 太小了 他穿不上 你这是干什么 今天晚上不是和爹一块儿吃饭吗 那这个就用不着了 哥今天给我们做的玉米面盒子 可香了 他一直放在锅里热着 不让我们吃 哥哥不能鲜盖 怕娘闻到香味了 是 来 闻闻 呦 嗯 还真是挺香的 这么好吃的东西咱别独吞了 给你爹带两个尝尝去 不用了吧 带着 拿两个 咬过了这个 这个 是 爹 来 爹 这是你娘跟你改的军状啊 真漂亮 来 爹抱抱 爹 爹 跟你说个事儿 嗯 什么事儿 你能够哥找点大点的军状吗 多跑都行 小秦那天拿那劲儿 太小 我哥穿不上 谁让你兜嘴啊 好好 来 进来吧 里面有雅座 来 来给你拿拿鱿呢 再来 来 中濮 你的名字好听啊 你的名字还是你爷爷帮你取的呢 知道吗 我娘跟我说过 钟阳这名字也好 你这名字是你娘帮你取的 你娘虽然十字不多 但是肚子里有点墨水 那我的名字好听吗 好听啊 钟柳这名字多好听啊 是我二哥给我取的 你二哥肚子里也有点墨水 我现在肚子里全是羊肉和羊肉汤 爹 我能问你个事吗 说吧 我们来新疆这么长时间了 我们为啥不能和你住在一起呢 这要干啥 他不是跟你说了吗你爹吗 我不信 爹 我觉得 你带我和钟阳 不像爹带儿子 那怎么才像 我也不知道 我说不上 反正不像 这家人好不容易吃顿饭 你说这干啥呀 我不就不 我见着爹 我问问爹不行啊 钟柏 钟阳 我对了 还有钟柳 我看也没必要瞒你们三个孩子 那有些事 跟你们也说不清楚 我就直说吧 今天我和你们娘 已经办了离婚手续 正式解除了夫妻关系 正式解除了夫妻关系 爹 爹 娘 那原来这顿饭是 是你俩个离婚犯啊 是吗 这饭我不舍 这是钟淮做的 是在你老家里做法 您尝尝 两个人 要拜托 于是 断 这就是 您啊 我二哥放了大哥东西 中原 去 洗点睡觉 你也睡吧 来 试试 起来 试试 我不要 他东西我才不稀罕 你也别后悔啊 我就是不要 哎呀 干什么呀 你看 这可是全新的 一天都没穿过 这写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 您啊 这是正规部队穿的吧 是啊 你那天不是还偷偷跟小青说 想参军的吗 你爹一直想着这事呢 专门写了申请才批准下来的 你爹说了 这支部队啊 从明天开始 就从野战军 改成生产军了 娘 是生产部队 反正你爹是专门申请 才批准的 你爹说了 哪怕只是一天呢 也要了却这个儿子的心愿 本来你爹想得还挺好的 想吃饭的时候送给你 好让你高兴高兴 娘 叫娘干啥呀 你要真是个男人 明天就去谢谢你爹去 要是不想要呢 我就把他还给你爹 您好 那回到我信息爹就得了 你滚拿过来 这是你随便弄的 老郭 咱们马上要和这些枪啊 怕我说再见了 什么心情 难受 打了这么多年仗了 马上放下什么弄 去垃圾出头 去盲盲的隔壁滩开荒造田 你说战士们心里什么滋味 我想和咱俩是一样的 让我们最后 给战友们行个俊语吧 快姐 发生项盆 衣服 在这一部球里的光荣传统 自己动手 风衣苏食 我们一定要完成历史赋予我们这支部队的特殊使命 要说静的就好了 想照镜子了 行 要下回买面镜子 让我闺女好好照照 娘 梳完头弄到小河边照着呢 可以 一会儿你让大爷去照一下 新疆是一个很特殊的地方 没有先前部队 大军是不敢善动的 你们两个打前战的团长和政委 那得合作好了呀 政委放心 刚一参军我就跟老郭分了一个班 不过我们两个也没少抬杠 我们的原则是先生产后生物 只有尽快地把粮食给打出来 才能保证几十万大军在那生存下去 我们会克服一切困难 完成上级交给我们的战斗任务 不 生产任务 好 就这样 是 钟冠明 你留一下 我问你点事 走吧 到 听说你香榭媳妇带着孩子追到部队来了 是 你是准备怎么安排他们 政委 我想 你不会没有接到地方政府的来信 就擅自处理吧 怎么会呢 明正科早就收到我老家乡政府的来信了 再说咱当兵这么多年 还不明白这些吗 那他怎么追到部队来了 是这样政委 明正科同意我和刘业吉同志离婚的信 早就发出去了 没想到刘业吉同志还没收到信 就带着孩子们离开了老家 是这样 孩子们 几个孩子呀 三个 三 老大老二是我的 老三是刘业吉同志路上捡来的 哦 还捡了一个 哦 好 喂 王上高 你说张政委能找中坛长谈什么呀 不知道啊 会不会谈和孟伟廷的关系问题啊 他跟刘业吉不是已经离婚了吗 可他这边迟早要急啊 其实我觉得啊 孟伟廷等中团长 已经很多年了也挺不容易的 王朝刚啊 王朝刚啊 王朝刚 你现在越来越会说话了 他主动提出离婚的时候 我也很吃惊 但他说 既然咱俩已经没有夫妻的缘分了 干嘛还要在一起呢 要是死缠着你 耽搁了你 对今后又有什么好处呢 你这乡下媳妇很懂事理 是个好女人啊 我知道她是个好女人 但是感情上的事 是没办法勉强的 是啊 感情上的事情没有办法勉强 这我理解 但并不等于 根本没法相处 孟伟廷同志的事情早点办得好 早办早平息 总脱袭去 让一议论没完 对小孟 那也不公平了 我知道 对了 我听说 刘月记同志要求留在部队 他是舍不得两个孩子 是啊 当娘呢 把两个孩子扔给你一走了之 那还像个当娘的吗 既然这样 人家那么同情达理 你就想办法 把她留在团里 我们团 你是团长 又担负着先遣队的重任 组织上要求你 把这事情处理好喽 刘月记同志啊 人家那么同情达理 你就把她管整好了 否则我处分你 是 中淮中阳中柳 那您家可都是树啊 没错 我们家都是树林的 大婶 听说您要留下来 和我们一起开发新疆是吗 啊 要不强强打断了不行 开荒种地 那不就是我们庄家人的看家本是吗 娘 好家人的花啊 这是中柳的 哎 嗯 过来啊我看看 大婶 这件军装 是您给孩子改的 是 昨天小秦拿了几套旧军装 孩子们急着要穿 黑灯下火的 我就连也该改了 针鸟做得不好 你就别使劲盯着看了 您真现活挺好的 你真是夸我的 领子上那个不是我缝的 原来就有 我看活做得挺好 就没动 银口上的补丁 是我给缝上去的 啊 你缝的 活真好 原先穿这个军装的人 是中团长的警卫员 已经在剿匪战斗中牺牲了 牺牲了 是保护中团长牺牲的 之后小秦才接着给中团长当的警卫员 那时候 中团长还是作战课的科长呢 就是 封机好 回合 这个队的 要带我去 西蘭 没事 让她哭吧 哭哭就好了 你看 我哥上新的衣服了 娘 你们先回吧 我一个人再待会儿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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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柳 反了 用右手 右手 娘 你们先回吧 我一个人在这儿待会儿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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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地图又老又旧 根本就没法用 我要最新版本的 最新版本 最新版本的就是 最多一年 顶多两年刚印出来的 最好是带那种 地质水温资料的 眨眼也没用 你根本就不懂 看来今后 我不光在政治上要求你 还要在学习上督促你 找时间送你去学习 去吧 我明天自己到 明天 郑伟 你明天没功夫啊 我怎么没功夫啊 钟团长明天结婚 你答应参加他的婚礼的 钟团长 孟伟廷同志 亲自来请你 你答应人家要去的 是啊 郑伟这事犯难呢 你说啊 革命胜利了 当了领导干部了 就把自己的结发妻子 给抛弃了 张郑伟也是 你怎么着也得阻拦他一下呀 你不管钟团长 利用多少战功 有多大本事 你总得在这个事情注意一点 作为老战友 我应该去参加 但是作为政委 我就不能去 这是个远者问题 去那边了 回来 出来了 冲 冲啊 团长 团长 谁看到团长 团长 团长 郭次伟不在团部 干什么去了 他出去找地图了 找 找地图 找钱来了 找地图干什么 要是找地图干什么 喂 小伙伴 你们俩干什么去 上我爹呢 上你爹那儿干啥呀 我爹结婚 我俩去参加我爹的婚礼 谁说你爹结婚了 你也想瞒着我俩后娘 大骗子 你打很多话 走 我瞒你们干什么 王朝刚也是大骗子 他还说我爹去试布 我爹根本就没去 别点事啊 来了 回政委 你怎么来了 弟妹 我来看看 快 快坐吧 快坐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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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老郑又结婚的事 你知道了吧 清楚了 弟妹 不 从今天开始 我们就不能叫弟妹了 你比老郑大六岁 今后我们就叫你大姐 行 叫啥都行 店妹 你也坐 没事 大姐 大姐 老郑又结婚 你不会有什么想法吧 自打跟宽威离婚那天起 我就知道这事迟早会有的 老郑这个人怎么说呢 微信很高 跟香伯伯似的 我上次没说透 那个意思就是 不光领导赏识她 很多女同志也非常喜欢她 这个我知道 这不是什么坏事 是吧 这个群众关系好啊 反正啊 这个 你说小孟同志吧 在攻打太行的时候 她就喜欢老周 今年才二十四岁 年轻漂亮 就是一个成分高了点 是个资产阶级家庭的小姐 当然了 对老周这一点 我也是有看法的 郑伟 你咋没去参加他们婚礼啊 哦 老周怕你想不开 让我给你送狂鸡蛋来 老周 我才会想不开的 我不会想不开的 离婚这事是我提出来的 我也希望她再找一个 咱娘把他们从老家带出来 走了多老远的路 咱受了多少罪 你记得你脚都磨祸了吧 记得 咱为了啥 咱不就为了找她吗 一见面就把咱娘给撇了 咱说的啥 咱娘还拦着 不让咱说 这口气我还没出呢 这才多久啊 两个月不到吧 又要取一个 什么人 这算爹吗这个 我今天非你替咱娘 把这气出了不可 哥 咱怎么替咱娘处理口气啊 到了地方 你别多嘴啊 你看着我的 我今天让她知道知道 咱娘不是什么都能忍的 就算咱娘能忍 我还不能忍呢 我也不忍 那咱今天就不认她这个爹 对 不认了 你别现在说得好好的 见着她就怂了啊 我不怂 哥 咱不认她爹 她不还是咱爹吗 那咱不叫她爹 那叫她啥呀 叫 钟邝敏 想想想她也怪可怜的 跟我结婚 其实跟打光棍没啥两样 那俩孩子呢 俩孩子怎么想 她是不是老钟的 你她这么说话 不是她是谁的 我是那种女人吗 对不起大姐 我这个嘴说话是 不是 刚才我看着老大气横横的 领着老儿去了 上哪儿去了 去参见老钟婚礼去了 当时正在攻打105高地 真啊 那天战斗特别激烈 真啊 我就扶上了 真啊 小翁同志用自己的陷阱 你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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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呀这是 谁让你砸了 不是让你听我的吗 谁呀这是 你们俩站住 团长 我爹钟邝敏 是个陈世梅 回去吧 毕竟是你儿子 况且他们年纪也小 小什么样 都那么大个了 还是孩子嘛 对我们这些有看法 也正常 周光明 你这么对待我娘 你太没良心了 我们今天 就不认你这个爹了 对 反正也不认了 从今天起 你就别想从我嘴里叫几身爹 我也不叫 你是中阳吧 给 怎么样 周光明 咱们进屋不说吧 以前还没想明白 我今天才知道 我爹跟我家闹成这样 都是因为你 周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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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太过分了 你才过分哪 你哭什么 下 这没出息啊 你哭啥你 没出息东西 下 你哭啥你 别哭 别碰我 娘 我不走 哪有儿子对爹这样的 有没有王法了快 我们已经不认他这个爹了 不认得他也是啊 娘 你同样 你同样就没说过爹一个不思 今天我当儿子的 我就得听你说 说什么呀 说 说什么你还不知道 这些年 你拉扯我们大 这么容易吗你 你受多少苦啊 你当咱错的人 怎么欺负咱的 你都忘了 对 谁说你儿子欺负我 他说我没爹 娘 娘 娘 你就得跟他们说清楚了娘 当着面你就跟他们说明白了娘 娘是为啥是苦 这不是你爹的错呀 娘跟你爹夫妻一场 有你们两个又孝顺又懂事的孩子 娘受多少苦受多少累 都知足了 和娘离婚这事 你爹也没错 今天你爹和 姓啥来着 你爹 梦未听 和你孟姨结婚 你孟姨也没错 要说错是娘的错 娘从一开始 就该把这事跟你们说清楚了 快走吧 那你爹好好把这婚结了 那邝敏 你给孩子打轮打快躺 我跳了 音乐机大姐 走 叫我 中文字幕 李宗盛